你抠是怎么回事 你回去还是 就是那时候你都 就是开始跑夜场了 你那个钱都 其实那个时候 刚才是 美美 这个是天生的 他这个时候 我跟你说 这个已经 我都已经说 头疼最后变成 已经盛起自然 十年八年 他请你吃一顿饭 那简直太了不起了 你们不能说抠 这是一个 我觉得 美德 真的 几月 不是 你们俩这么多年 他请你吃过的饭 你能算出来吗 总共 白着数折 都不会超过五次 而且是肯定那一天呢 肯定是做完节目 就被我劈头盖脸的 就啊 买台完了 没办法了 完了我们去吃什么 大家一起吃完工 去哪里吃个什么 完了以后 如果说是 我要去把单买的话 他把钱给给我 我说 成立吗 你知道 还有这个很深的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 吃饭的时候 驴花呢 是 喜欢抢着买单 喜欢抢着买单 那么既然你买完单了 你不要说我抠啊 不是 我特别想知道 你的这个消费官 他是从不消费 那他这身呢 借的 老坤自一身 但是我觉得像增益这么大的 那个人啊 就是特矮的花钱 不是有没有钱的问题 他挺 就是你很节省 我觉得 这是是不是受家庭的影响 对 你给我讲讲 是怎么又受影响的 因为本身家庭就是 父母都是工人 我跟我弟弟两个人 从小人家说 你生两个男孩 那有的你 有的你 那个以后要打家具 那个时候还没有说什么房子 打家具公司 你不用去笑他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边蒙古族 没有 我这就 我就从小到在骑马 在草原上长大了 管他呢 我饿了就杀一只羊翅马 所以没有 没有柴米油盐这个东西 你不一样的 真的 两个儿子 能把你所有的存款都花光的 所以说就是 人家说 你两个儿子 你得尊重 尊重人家的这种想法 对吧 妹妹 我是说 现在你有钱了以后 就多勤点 然后呢 这个父母亲就是说 真是也是 跟我们俩兄弟读书 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说 基本上我 以前刚赚的低笔钱 给我父亲一万块钱 我父亲拿的手上都是抖的 就没有见过这么多钱 但你会给家里对吧 然后我家里面 我父亲的家里面的房子 是我买的 所有的电器是我买的 我弟弟后来读书的钱 都是我供的 对 直到我弟弟后来自己工作 4月20号在那个 易阳要拍演唱会了 对 这演唱会你会把 所有的家里人都叫去看吗 会啊 有没有特别希望到现场看的人 像我外婆呀 对 当然我希望 外婆怎么来评价你们的歌 比如说爬出来新歌 像今年春晚的歌 这种律动 外婆能接受啊 外婆已经87岁高龄 就是说 只要知道 反正我的活动的话 都会我姨和二姨 二姨父 在照顾他 然后 或者我的表妹 会告诉他 打电话告诉他 或者说我打电话告诉他们 他们会准时收看 就其实在家人的眼里面 你不管怎么样 你都是好的 你为什么跟外婆的关系那么近呢 因为我从小是外婆 把我带大的 带到多大呀 我外婆 我爷爷奶奶 我都没见到过 基本上 像我爷爷是 可能 稍微有那么一点 懂 有那么一点意识的时候 就知道 爷爷已经走了 所以就 就是 谁带大 对谁有感情啊 那这次 因为我们到了易阳 其实因为我们知道外婆是 好像是 87岁了 87岁 而且是身体不太好啊 还可以 还可以啊 因为我打电话 她听她的声音还 对 还可以 所以有点感冒 我们就采访到了外婆 外婆从来都没有出镜 但是外婆喜欢超级访问 我们来看看外婆 来 谢谢 哎 阿姨好 你好 姥姥是在 姥姥在这儿 姥姥 姥姥你好 姥姥 你好 您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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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姥姥您坐 因为去年的一次腰部扭伤 87岁的姥姥 平时在家一直卧床休养 对于行动不便的姥姥来说 每天最大的乐趣 就是能够在电视上 看到曾毅的画面 听到曾毅演唱的歌曲 对于曾毅现在取得的成绩 姥姥一直很欣慰 所以生了后来我们也打得了 打得老实 他就都以外门开了 我妈洗好 全家都洗好 都洗好 都洗好 她是第一个呗 嗯 这种人啊 给生子 我都前过来 天天晓得 哎呀 今天祝他 那里来 那里带我来 我好开心 听说我们要给曾毅 录制节目 身体不适的姥姥 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 执意要下厨 给最疼爱的外孙 做一道他最爱吃的炒泡菜 因为这是漂泊在外的曾毅 最思念的味道 他是不是等于每次回来都特别喜欢吃您做的这菜呀 嗯 我觉得这边最好 我这个生肺点嘛 等我来讲 好啊 我买好的呀 我不喜欢 炒烤菜 烤菜 什么 烤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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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话 我会听到 外博啊 你还好吗 你在哪啊 我想念你啊 谢谢外婆 谢谢姥姥 谢谢外婆 我们有幸能够 陪生意长到87岁的外婆 亲自为你炒的泡菜 哇 这个好感动啊 真的 没办法 你说看了六年就是有感情 来 来来 我脱着 这罐 这罐 最先放的 对 这是 嗯 真好吃 是 嗯 你吃了吗 我吃过那个韩国泡菜 不知道这个炒泡菜什么味道 嗯 这得让曾益来点评 给我再来碗粥 哈哈哈哈 有点辣 从小就吃这个蛋 好好吃 很好吃 因为我每一次回去 我不想提前跟她打电话 嗯嗯 因为一打电话 她老是站在那个阳台上面 她忘了 呀 我就 不留个室啊 我就 啊 叫我门我就进去了 嗯 特高兴 对 特高兴 对 所以啊 我觉得人再忙 再红 其实跟家人在一起 始终是个孩子 对 嗯 对老人呢 就老是 眷顾自己家里面 我说你 我说你到深圳去住啊 我说反正 我说因为 因为去到我外婆 他就不愿意去别的 像我舅舅家什么 他都不愿意 就因为我外公 跟我外公就住的那个房子 就是那样房子 他就不愿意落地 我说你 到深圳来气候又好 我父母亲也在 然后那边 那个小区里面也 也有很好的环境 我说至少 然后上下就是电梯 对吧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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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嘴巴答应 你说好的好的好的 就是不动 对 那他看到 第一次看到你媳妇的时候 他什么 怎么说呢 嗯 很开心啊 对 说不是他 哈哈哈哈 好像外婆 第一次见我 见我媳妇的时候 是他过生日 我外婆过生日 因为 从我外婆 73岁开始 我就每年回去 给他过生日 对 一直到达87岁 带他去 那他特别高兴 然后 我就没事 就是把我的这些 初中高中的同学 给打着 打着 大概 将近七八桌 十桌 还有朋友 他就爱热闹 你不是他爱热闹 就是老人 你希望给他热闹 我想给他热闹 因为外公走了以后 外婆就很孤单 对 我们刚刚看到 那大屏幕说的那个 时间可以忘掉很多东西 但你看外婆知道 她喜欢吃这个 永远都忘不了 而且我觉得 《凤凰传奇》的歌 带给那么多人 特别正能量 你们听他的歌 就会跳起来 对吧 然后觉得生活很美好 但是我觉得 他们两个今天的访谈 让我们知道 他们本身就是 很孝顺的孩子 很朴实 很纯真 你在吃我的泡菜 我们也祝两位的家人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作为演出搭档 林花和曾毅总是初双入队 这也就引起了很多 喜欢凤凰传奇的歌迷 对他们两人关系的种种猜测 这使得林花与曾毅 不得不在许多场合澄清 两人并非男女朋友 2011年3月16日 林花在家乡鄂尔多斯晚婚 让许多歌迷感到意外的是 新郎官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徐明昭 而近期网络上更有传言 林花老公徐明昭 是一位身价不菲的富豪 面对各种传言 究竟是真是假 林花与老公又是如何 从相识到结婚 接下来 2011年凤凰传奇 首次做客超级访问时的 独家对话给予你真相 因为我们了解到 就是林花是今年刚结的婚嘛 对 当时你认识这个男士的时候 你有没有第一时间去咨询他 都是他把我把关的 所以你们三个一开始是工作关系 也有一些工作关系 一开始就没好的时候 对 那个时候不认识 我曾毅有问你 你认识作为他的这个归中密友吧 你应该比较了解 什么样的男人容易腹落他的心 你觉得他的老公是靠什么 把他拿下的吗 首先是肯定是爱他 这是第一点 第二呢肯定是要有财 对不对 财产 不是财气 财气 我太庸俗了 对 第三 你必须得容忍他的那个脾气 他有抱怨过你的脾气吗 从来没有 他不是一个会去 这一点他可以真实作证 他就是不会说是 哎 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没有过 只是他就是天天听着 我应该说你应该怎么样 你应该怎么样 哎 就是这样 那有人给我爆料 说 林华结婚了以后 家规很严 约法三章 老公写了一个家规 还挂墙上 像那个近况 他在结婚的时候就写了一些 他自己写的 比如说是 我们两个中间会有什么争议 有什么觉得两个觉得不舒服的地方的话 一定是听老婆的 他怎么说 因为觉得没有必要跟你去讲 你说对 那好 我就听你的 我可以忍你 他这么个意思吧 反正写了一大堆 那写就写了 还挂墙上干嘛呢 那写了 结婚的时候 写了那么一定要挂在墙上吗 我觉得是一种纪念 不是说是真的要拿技术去惩罚他 而且还专门标一个框 一定要挂在墙上 你会不会每天早上起来 走到那前面拿个手机拍个照 特别得意 后面有一个约法三章 不会 他每天早上我们一起床 起床说句话就是工作 他那时候还没睡 还没睡好 直接反正就 迷迷糊糊就 人家的事你怎么知道的 他在那表演 谢谢